感恩那么大四大悲 最后就那广大灵感的观世音符上 感恩师父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我想问一下师父我的身体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就是可能是四六年数 狗爷可能四七 我妈妈十五岁就生的 我文化大革命斗我爸爸的时候 就乱七八糟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年的 可能是属狗的吧 四六年 可能属狗 可能属鸡 也可能属猪 那你到底属什么了 我想可能属 那我帮你看一下吧 谢谢师父 那你就要告诉我名字了 五鱼针 武装的五 王子一点玉 针是珍珠的针 你告诉我 一个是属狗 还有一个属什么 可能就是属猪吧 四七年 我 看到了 师父 属猪 属猪 属猪啊 感恩师父 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 你还以为你属黄花鱼的呢 还溜边走呢 我告诉你 你的病是什么 明白吗 就是三年前 我告诉你 不是你告诉我 感恩师父 我现在看到了什么 一个失眠 经常睡不好觉 对 第二 胃不好 肠胃非常的不好 对 师父 自己要当心 年轻的时候 经常会想不通 然后呢 感情运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变化 让你非常的颓废 你的命根当中 应该有两次婚姻 所以我想问你 如果你在结婚之前 有一个男的 跟你已经有一年以上 非常好的感情的话 那么算一个 如果一年以内的 不算 明白了吗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啊 这是我妈妈那时候 他就相中一个 我是不愿意 但是他经常上我家来 这是一个 那么现在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就不会有第三个了 明白吗 你这个人啊 告诉你缺钙 你的骨头 哐哒哐哒都会响的 对 缺钙 我告诉你 我都看到 你的牙齿 里边的牙齿都掉了 都不好 没有牙 大家说学佛学得开心吗 知音懂果 以后好好修就好了 目的就是一个好好念经啊 我又不要你们去看图腾 就是目的让你们所有的人 全部好好地学佛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不是跟你一个人说的 跟他们说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 你要记住 你跟你先生要分开一点 他今天在不在这里啊 没在 没在 我讲给你听啊 你有点客夫的 哦 所以你以后跟他在一起 语言少一点 行为 你放手帮他做事都可以 但是少跟他讲话 好 客人的话是嘴巴客人 对 我嘴不好 听得懂了吗 听懂 他 你一讲他 你可以把他磕得气的 是是是 血压身高 手冰凉 你还觉得你很有本事 是不是 没没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你主要是血啊 嗯 血小板有点减少 血液很不好 对 经常会头晕 对 鼓掌 你看看看 一看马上都清楚 你这个人 人不坏 喜欢帮助别人 话很多 哎呦 说到人家不烦 你不罢休的 太对了 师父 听得懂了吗 师父 还想有一件事 三年前吧 我就突然那个 喘不了气了 我上医院看病 就让我装支架 我吓得再也不敢去 因为我念经嘛 我到现在 反正也没去 三年了 我想问 这个支架 要不要装 我看一下啊 好 好 谢谢师父 好 谢谢师父 几几年的住啊 47年的 你念了 你念了很多经了 对 小房子也很多 对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的血脉 而且你好像吃过单身片 我就是你说了以后 我不上医院 我就开始吃单身片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血管已经通了 你过去手发麻 现在不大麻了 咱们师父 就是听你话吃单身片的 我都不打不去看病了 有病还是要看 他要给我装支架 肉体病要去看 听得懂吗 知道 那个灵性病找台长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师父 我告诉你 你暂时可以不要去看 但是去做个检查 我看你是不要装支架了 好 谢谢师父 但是你还是要装一样东西 装假牙 否则吃东西不方便 就是假牙 有假牙 全假牙 好了 师父 我想问个王仁好吗 快点了 快点了 那个1989年去世的 他叫张秀英 张秀英 嗯 八几年走的 八九年 就是正好清明前三天 张秀英 张秀英 嗯 张秀英 嗯 看到了 哎呀 不好 你怎么知道不好啊 不好 你是卢台长 还是我是卢台长 不好呢 已经在阿修罗道了 哎呦 被你印钞上去的 对了 我就念了二百多张小房子 他本来呢 想投胎 后来呢 他知道这个女儿太烦了 不上去也对不起她 就上去吧 跟你开玩笑的 你念了很多小房子 他才到阿修罗道的 当然师父 哎呦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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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妈妈比你好 人非常好 嗯 你很坏 谢谢师傅 好了 下去吧 我没问题了 我会发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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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